我看過一道國庚 對 對 我看過一道國庚 來 你看到什麼 我看過了 真的沒看 更大 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說過 他就說 蘿蔔 然後過一道國庚 不需要帶著 帶著他 什麼 管他的 這服又要穿 他又講話了 我說的 沒聽到 我說了 歡迎收看 我今天是 觀眾朋友 好 我們來去 來去 今天要來拜拜 像我就是 最好的前程的 付告得 我就是一次 我們也拜祖宗佛祖宗 拜祖宗佛祖宗 如果像我們親人有翁姓 我們就拜祖宗佛祖宗佛祖宗 但是祖宗我也拜了 我們也拜祖祖 也拜文祖公 也拜三太祖 算有我們就拜 今天這些一樣 是拜祖宗佛祖宗 但是也有很多 稍微分一段也沒有什麼一樣 有信心好 稍微跟我們介紹這個 哇 我相信它就是 最時矛的名模 看電影網絡 我給它怕一下 演技有夠讚 我有配合 來 歡迎喜曼玲 待會兒來跟曼玲開講一下 因為在這個Manga裡面 現在我們在旁的 都旁軟津天 旁趙宗佑婷 我跟她說喜曼玲 她這圓的這麼漂亮 很高興 她的演那個大雞頭 那個小小 讓小小小出來 回來 她的大雞尖的那種 小三 說到那個阿哈的三八字 真的是這樣 妳也整去台子 妳在那邊講一下 來啦 她會把妳撥倒 再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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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號 一號 要站起來演嗎 好 來 好 很沒演耶 一個回來 好 很沒演耶 她又打完麻將回來 然後走進來 要死了 她今天贏她的祖母 扳六塊 連白她的祖母 連粉帶在那裡 就回來了 她要跟她同學 所以她在這裡 起來啦 好 謝謝 算了… 就這樣… 好漂亮喔 超小的 讚 謝謝… 我等一下給妳開港 我先說我這個王財華 有 我剛才在開港 因為本來我都拜觀音菩薩的 我知道妳現在拜祕蹤啊 所以妳會在妳的家裡 用一個聽說這樣 那個佛藏宮很讚 其實就是 我們常常就是會去西藏啊 北方去西藏 然後去尼泊爾啊 這就是妳家喔 這是我老公 都是一切都是 這妳家嗎 對… 這不是佛藏嗎 這像四廟 祕蹤的 不是 這是… 這是都祕蹤的佛藏 對… 包括冰冰冰 這些東西都是我老公 去尼泊爾特別去訂做 然後這是我仁波切的法座 然後這是釋迦牟 這就是妳拜的佛藏就對了 這釋迦牟 整個它怎麼… 有法像 對 整個… 我覺得祕蹤的佛藏在上 這是黃財神 這是什麼 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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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財神 那有一次不是說有一個人 去妳家裡 身體不爽快 要說去拜一拜就好了 不是不爽快 而且有一個非常好的 也非常棒的一個老師 然後他到我們家 他一樓的時候 他的腳就中筋 那兩隻都縮起來 縮起來 就說這樣 這樣軟軟 頂頂 我說怎麼啦 老師 他說 嗯… 妳家佛藏在座這樣 我說在上樓這樣子 他說嗯 我要去拜拜一下 一上去 馬上拜拜完之後 整個好去了 對… 然後我就說 老師那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他說你們家佛堂 整個磁場很強 這樣為什麼要補他 知道就要求一下 為什麼 意思告訴他 妳要上來就是 我這裡有床喔 妳要來這裡幫我 撒出一個 來看看 這是偏偏有在收得比較好 對 他們那種磁場是 差不多 像小潘潘 妳以前在那個 黃任宗那邊當管家的時候 是不是說曾經有一個是怎麼樣 我是看過他們去算那個 鐵板省算 好像很多那種有錢 因為鐵板省算 真正第一把交易的 在香港的那個嗎 很貴 好像算一次 當時就要 對 像2萬的工作 但是我聽是 剛好豐富 剛好豐富 我好像是想到 說我們乾爹有去算過 還算黃任宗先生 妳怎麼會當有這張 比較比好我的 對啊 是 因為大家要把時間過的時候 要把他做鐵器 因為很準 鐵器 鐵器 鐵器他是30幾歲 快40歲 去算 他那時候做電子公司的董事長 總經理的時候 他去算的 把他批流年 而且他當時 他給的那個生成八字 他給他的時候 鐵板省算 第一把交易 老師跟他說 怪怪的 妳真的生妳不對 對 我幫妳中心找一個 結果果然 他後來去調查 他們家人把他晚報了 好像快兩年的時間 所以他生效也是錯的 因為他生成八字錯了以後 他爸爸媽媽全部 姐妹全部都是錯的 後來果然幫他算出來 你看喔 他有去問嗎 他有去證實說 的確後來就才對 後來證實是對的 然後媽媽才是疏忽 然後還已經先預言了 媽媽先翁姓 爸爸才的 還有康林 還在的 對 49歲的那年 持親氣養報恨中天 49歲是老爸的意思 對 持親氣養 不然是媽媽還是爸爸 是很換才貴姓的 所以媽媽生那時候 49歲嗎 對 有準嗎 有準 老爸太無 哭笑不得是那意思 嗯 就是老爸讓他哭笑不得 因為硬老爸晚年10年 都是臥病在床 而且不認識大家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因為以前在帝班家 我在白鴨医院 不行的時候 這些都會帶我去農產市 所以我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就去那拜拜 那時候我還收到這個文 你看 直…台北行政執行廚公文 這要做什麼 要做 要做30歲的女兒 還是想到這個 會害怕 很害怕 因為那時候就是 當地說他欠稅或什麼 叫錢 對 叫錢說 我也有拿到錢 他就說 我本名說 如果有任何他給我的什麼 留給我的東西 全部要交出來 要交多少 八一九千 八百八十九 驚死 我都被稱呼 我都被稱呼 跟金文文 你殺來賣也賣也賣不賣 我想說我每天去賣 去賣我 膝蓋整個人去賣 我都沒辦法賣錢 你沒有八一 你只有兩粒 真的都沒有 我就懸得要死 所以我只好又去抽籤 然後他就給我什麼 反正就是這一類 就是叫我不要擔心 就是什麼 會過 就 生生富貴家 然後眼前萬事 總奢華 藥君赤壽 盡於赤海傳民族可誇 就是說 可能我可以 那個幫我解籤的 可以過得去 那請問後來這件事 是怎麼解決的 我又沒有拿他的錢 他也有查我的 就自然查好就沒事情 對啊 因為我要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寶貝在你 你現在資產沒那麼多 你哪有百貨 他也說的 說是以後 我都沒錢 要不是說 你有一次 跟蓬佳才走過 那種龍山市的地方 對啊 因為我很常常去龍山市 後來我搬到台北 現在又搬到市值 現在就很久時間 對喔 那那一次呢 我是去演 蓬佳的 教大家要爬到十三個月 那時候 演他的客串 演他的戲嘛 他有主持一個節目 叫什麼夜總會的 他們要做一個短劇 就是說要去龍山市那邊 叫我幫忙藝賣 那藝賣所得 就是捐給一些孤兒院啊 什麼幫助人家 所以就大概拍賣了 三十樣的東西 那我那天行程很趕 所以我一拍賣完以後 我就在廟門口說 啊對不起 菩薩我今天沒贏了 我待會兒還要刮通告 我怕你 因為我以前每天去 我所有的香爐 所有的神明 我都會去拜拜 去說保佑我全家人身體健康 保佑我事業順利 保佑我收入穩定這樣 那一天就沒有時間進去 一個一個去拜啊 我就說 那我這一兩個禮拜 我一定會找時間 趕快來再跟你們行個禮這樣 就回去以後一忙 我就忘記了 就忘記了 這一回事情 結果到大概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我那時候要入不可思議的世界 我一來喔 我那天起床我起不來 好像那一天起床就覺得 我昨天晚上 奇怪是被人家打是不是 就全身痠痛 好像被人家全打腳踢過了 那不能開天窗啊 所以我還是要自己開著車 跑來棚內 然後就這樣 也黑暗沒睡好這樣 那人家工作人 還以為說我又去打麻將了 我說我沒有打麻將啊 我有睡覺 然後後來就剛好 我的主管就跑來 他說 奇怪耶 我喔 我只想要去蚌咖吃一碗雞而已 結果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去拜拜一下 結果他就好 就一個念頭就進去拜了 他也想 他平常不抽籤的人 他也跑去抽個籤 結果他是要問他自己的感情跟事業 結果那個籤就上面寫著說什麼 他有一個員工啦 意思就是說 說要來拜不贏 對 一個員工 而且他說屬兔喔 屬兔喔 說這個人喔 有點那個萬恩負義 後來我聽到我就嚇一跳 我就連結在一起了 我才想到說 啊對喔 我這兩禮拜就 說要去不去 你拚棄就對了 對喔 因為他員工裡面只有我屬兔啊 要在拚棄 那拜回來就好洗了 好洗啦 那個 那時候我說自殺的那個 黃振忠為了他 為了他自殺的那個陳寶仁 他不是為了他自殺啦 他要 他經吃飯吃藥吃到變成這樣 有憂鬱啦 我聽說他有在拜小鬼 真的嗎 我也知道 你們已經知道嗎 嗯 應該知道 你們該說 不知道啊 因為每個宗教他信的東西 就像采華姐他密宗 他會給一個小的佛嘛 啊我們在旁邊看到的也是 那現在人家如果翁心的 我也不方便說去講它是什麼 拜小鬼聽說以前說 什麼好像一個小棺材 是說裡面有還帶一個人 是怎麼樣 不知道耶 有會喔 拜會 有會 當然是說他的心 說每天要掛一點點 要灰在那邊 應該是沒有啦 過不是要吸血嗎 我不知道 他剛剛說他的身分 好像要放在那個 沒有陽光的窗戶這樣 這樣就是啊 沒有陽光 我不知道 沒有陽光的窗戶 他半面都可以飄進來 嗯 沒有 我現在不能說 因為以前說不知道 說回去要跑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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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神奇啊 就譬如我手戴那個卡蒂爾的鑽錶 好 他已經翁心了 我人家在說他 我亂不說 沒有亂不說 就你有復應就對了 有復應 突然一個重力 我被打一下 那是誰 就沒有手 沒有那隻手就對了 沒有啊 可是我真的被打一下 人家也聽到 他 平安姐 那好 如果是我錯節就算了 但卡蒂爾的鑽錶 它是很多小螺絲 小螺絲這樣子 比這種螺絲還細緻的 這種都不見得 有一個重力 它會脫落的 它就脫落了 對 結果我就說 誰打我 我就看 好痛喔 結果就看到我的表 已經裂成兩半 就掉在地上了 所以是真的被打了 後來不是妳找了一個 老師來上節目 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老師呢 沒有 是 因為後來認識的老師太多了 那我如果 那每個老師都是對我好嘛 有的老師就會 妳追滾喔 妳追滾 妳要我運動一棒 妳追滾喔 好 雖然不錯 人完很好用 妳說 好 那個色鬼跟著妳 色鬼 我這麼漂亮 兩個 兩個 一個黑的一個白的 兩個... 這人很好 他這樣跟你說... 妳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那老師說 妳要來我講的 我幫妳搜一下 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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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搜 不要搜一下 讓那個色鬼都不能再親近妳 讓他們回去了 好 這結束了嘛 下一次又別的老師功力又很高 又來了 吼 吼 吼 妳 釋迦牟尼佛 她都掉了 妳睡覺了嗎 睡覺了嗎 睡覺了嗎 睡覺了 睡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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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住11樓 怎麼會有貓叫聲 真的有沒有聽到 好像有 那就是都被嚇了 讓她說一下第三個再來又會怕我 又來又會有什麼 什麼事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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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面前有事嗎 沒有 令乾爹死不瞑目 這事大條 這大條 完翁師 他每天帶你 要幫你摸臉 怎麼摸臉 怎麼摸臉 沒說幫你摸臉 因為感覺在世修很久不敢摸 死了後摸你也不知道 摸臉 對 那今天老師其實講說 如果有那個東西靠近的話 就會 而且被摸久了身體會不好 他就開始自己又嚇自己 就 對 我最近好像肚子都很痛耶 所以妳後來就乾脆 所以這塊的都不要叫 叫一個不要來過就對了 對 而且我的臉還真的有長瘤耶 真的喔 沈憶玲 沒有在長瘤 他是長在這邊 我是長在這邊 而且妳也去開刀掉了嗎 有啊 所以我才去開刀 但是沒有啊 沒有 現在這邊還有啊 不是 妳是從裡面開嗎 神經瘤 它是長在神經上面 好可怕 然後取出來是 就是有塊大拇指 像那個肌軟骨的那樣子的 好 那後來妳就找一個沒上過的 後來我就 對 找一個不上節目的 他們就不會在節目上面 講得很誇張 或為了要取信我 去他們公司 而且還會 我去 讓他們直接跟他 擺好大照片在那邊說 小芬芬家的運氣那麼好 都我幫他改的 好 就是我 對 然後一次喔 我還有朋友去 就給他收八萬 要數 真的耶 所以後來我們會補充 但是 怕人騙人 因為我後來很思念我的義父 我覺得他留下很多的問號給我 我也想要問清楚 那就有好朋友呢 他就說他認識一個 會通靈的 還會什麼開天眼 結果有贏嗎 就說要那個叫什麼 關洛英 關洛英 對 關洛英 因為我如果今天找我認識的老師 關洛英 對 他說可以交他的魂 有啊 有啊 我叫他關太多錢了 其實我看得到太多關了 我也知道怎麼關 我看得到 因為我如果是說 有在外面向知人 寫了很大一篇文章 然後我低調一點 所以就約在我家 他真的帶吉思來的 那個香爐有沒有 然後特別的香灰 然後還有 還有紅布什麼 對 對 把你眼睛弄起來 對 然後還有問我朋友 有沒有人要搭便車正面 找他爺爺 主婦什麼的 他一次可以關 他二十個 結果我們只有兩個人而已 真的在那裡 哭哭哭 現在你看到什麼 現在你看到什麼 哭哭哭 我什麼都沒罰到 我什麼都沒罰到 好了 結果你是有關到嗎 沒有啊 結果沒有啊 這樣講會對很多老師 其實不好意思 你若是有在做這種吃 那我個人的經驗就是這樣 因為真的 關掉滿多錢的 所以我的經驗 我要告訴你 而且那就算了 就是這裡 這裡幫你 先搭兩塊 搭兩塊金紙 對 再搭一塊紅布 再一塊黑布 拔掉 拔下去 就開始 哭哭 他那些細節哭哭 來...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真的沒看 對嗎 對嗎 而且我 我是一個雙心的人 對 我很雙心 我是有目的跟目標來 我那時候很想要跟他說 要多少錢 你跟我說我給你就好了 你別了 別了我的時間 覺得我都這樣了 受傷 你們還騙我 我甚至連講我耳朵痛 我都沒有講 不是 我就煩惱 我就走 我就這樣 我旁邊一個 幾個到我去 拜拜 大大 走了啦 走了 我個人的經驗就是這樣 因為真的關掉滿多錢的 所以我的經驗我會告訴你 而且那就算了 就是這裡 這裡 幫你... 先打兩塊 打兩塊金紙 對 再打一塊紅布 再一塊黑布 拔起來 然後一次關係 一、二十個 這裡面我現在終於知道 好像去買東西 裡面有炒自己的火在 炒花 所以裡面有自己的人 對 有一個從便和素 有安排自己的人 一、二十五個 有一、二個他們自己的人 對 那因為包下去之後 就開始 它才四塊四塊 我們的毛 它不是黏我們這個 它一定黏白款 好 空氣在那邊 我現在演你的眼線 有人看到誰嗎 我看到一道羹 對 我還要一條橋 再一條橋 還有人看到嗎 還有人看到什麼 你有看到嗎 我看了一張柱 那個柱的柱的柱的柱 還有咀嚼噴火 那眼都沒看見 你演白瓶嗎 我現在都沒看 來 你有看到 你看到什麼 我沒看到 真的沒看 靠我大大的 妳看到沒有 我跟妳講 我還買了 我知道了 因為妳弄這樣 還讓它靠很久 有的人本來真的沒看 妳有看到 那個頭弄 妳知道嗎 因為我越沒看 我才給它靠越大聲 我真的快破掉了 我買了 我這個 因為我本來沒什麼耐心的人 我就在這裡拿 妳不要給我看 我應該很怕 因為 而且我不是好好人去的 我是一個雙心的人 我很雙心 我是有目的跟目標來 我那時候很想要跟他說 要多少錢 妳跟我說我給妳就好 妳不要料我的時間 我就這樣 但是是 現在說是這樣說 那時候是沒說出來 是傷心的 覺得我都這樣了 妳們還騙我 所以我是這樣 很難過 她是這樣 她跟我說 她不知道要跟我說什麼 她其實大家讓我都了解 我甚至連講我耳朵痛我都沒有講 不是 我就煩惱 我就走 我就這樣 我旁邊一個到我 幾個到我去 我去打一打的 走了啦 走了啦 走了 就這樣走了 她這樣還好 因為我知道有的這樣子的人 她光是燒她的小傷爐有沒有 其實裡面是大麻花 她就讓妳產生幻覺 對 所以她幫妳綁住的時候 有的人就開始幻想了 我個人的經驗是真的 當然有真心也有價 現在妳現在是 很虔誠的密宗的信徒 不是 我應該是說 我父親是在 聽說在教人 教人佛學 對 她退休以後 她教佛學課 在成大或台南監獄教佛學課 她開了佛學課 妳爸爸是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佛學的講師 妳怎麼不聽她的 妳怎麼去神秘密宗 金廟棄神嘛 妳老爸每天在跟妳黏 妳就覺得她黏的都退了嗎 不是 生耶 對啊 妳就覺得生 但是我也沒有覺得 厭居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機緣 妳會進入哪裡 妳會發生什麼事 應該是有一個緣分 我稍微看 我聽說妳這裡有一個刺青 有一個刺青 對 對啊 這就是密宗的 不是 這是詹文嗎 碰起來 真的刺青 妳去刺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字是一個藏文字 沒錯 就是密宗文 這個字叫做慈悲大愛 叫慈悲大愛 對 因為那個字 我們不看了一輩子 感覺就是像一個藏文 有一陣子妳退出演藝圈 妳那時候 妳怎麼忽然要退出演藝圈 沒有 因為那時候 妳每天這樣拍戲 然後呢 整天都是頂著一張臉 有一天我突然想 如果我不在化妝 我會什麼 總不能永遠就這樣過下去 妳人會想看一下自己的實力 想要做生意 對 妳如果怕說煩惱的時候 妳爸爸跟妳說這句話 對 有一天 那時候呢 我後來公司賣掉以後 然後呢 我那時候去大陸 那我覺得沒有好的機會 然後那天晚上 我就跟我爸正在通電話 那我問我爸說 為什麼 妳說達官顯貴會認識很多 脫關係也OK 可是妳會找不到那個屬於妳的空間跟機會 或者就是沒有人可以給妳機會 他都說好啊好啊妳來我幫妳 幫妳就是妳自己去做 不可能是他成立一個什麼 或者說給妳一條路 我爸說妳一句話 他說妳如果沒有在保持的人 妳就不懂得本人贏 本人贏 人哪就本理 妳就沒有付出妳要來收入的意思 那 那麼妳做了些什麼 讓別人給妳這個緣分 來跟妳互動呢 我說OK 那我沒有 他說好沒有 從現在開始 妳要增長好的因緣 開始要布施 那麼布施怎麼做 才施 法施 無畏施 那麼妳除了捐錢還能做什麼 法施 那法施我不懂的佛法 我無法給別人智慧 對 其實法就是智慧 那我該怎麼辦 要說可以去接近 掛掉電話的當下20分鐘 那個朋友打電話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中心啊 需要一個副主委幫我們 就是比如說佛學課的那個 POMO或什麼什麼 妳可不可以來參加 妳來幫我們 我當場就傻眼 因為這個兩通電話差20分鐘 好啊 我就去了 那這時候呢 我這個朋友 他就是美國那個大仁波切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妳跟我去美國 那妳要祈求仁波切會見妳 因為他已經閉關很久 那所有人都跟我說他很理 可是我不相信 然後我們那一天在繞山 然後呢 繞山那時候呢 我突然對著許燕慈 他有山水 有湖 我對著那個湖說 大家都說仁波切妳很厲害 那麼呢 我現在問妳三個問題 如果妳能回答我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應該就是說 我應該去哪裡 因為我不想回妳 找尋我的應該走的路 對 第二個問題呢 我就說 還是我去結婚好了 因為就像妳們剛剛講的 妳有朋友嗎 那時候 當時其實有人在追我 妳這時候呢 這時候有這個問題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然後呢 第三個呢 當時我就覺得那個環境很舒服 因為我在這邊休息也很棒 這時候我開始體會到這個味道 另外一個選項 然後呢 那時候是早上10點多 那我繞完一兩小時 我就回去洗澡 吃完飯 然後下午又繼續來繞山 兩點多的時候 仁波切走出來散步了 因為他站在山頂的腹壯 我們在山腳 來吧 叫你 然後呢 我們上去就頂你 仁波切 然後他就說 什麼男朋友妳想要什麼樣的男朋友 你想要那個什麼樣的男朋友 不是 他直接講 什麼男朋友妳喜歡 妳想要嫁什麼樣的男朋友 中國還是外國 是要中國還是外國的 然後他說 沒有 仁波切 我沒有準備要結婚 我沒有想到那 因為我三個都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要結婚 還沒想到什麼 然後 問我為什麼 如果我有父母愛妻 自己的工作都不知道在哪裡 怎麼想要結婚 所以 忽然間我這樣回答以後 他就說 為什麼妳問我男朋友 不然妳是怎麼問我 妳怎麼要結婚的事 這時候才突然 妳嚇一跳 哎唷 我早上 我許的孕怎麼他聽到了 這時候就突然覺得 腦袋一片空白了 相信他了 然後接著他問我說 妳做過之前嗎 我是當藝人 然後他說 妳不喜歡那個工作嗎 不會 可是 他說再回去啊 我跟他說 蛤 因為其實我們離開或什麼 我們常常會被人 那個位子妳就認為沒有了 那位就沒有了 對 還有一個 妳不知道要按對還差在裡面 然後我就猶豫了 我就說 可是我找不到地方再回去 然後他跟我說 妳就回去就好了 回去就有了 然後呢 接著他就叫我靠過來 他就摸我的頭髮 都不是 他摸我的頭髮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不喜歡泥菇 我喜歡女孩子頭髮長長的 而且 而且妳不屬於這裡 妳應該回到原來妳的地方去 他就這樣講 然後就那天 因為是下午 我們晚上要做晚課 然後我 那時候就 仁波切就牽著我下山 走下山 我興奮到不會講話 然後呢 回到我們住的地方 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 仁波切 我早上在心裡講的話 他下午把我叫去 然後就 都完全回答了 對啊 然後好離奇喔 然後他們就開始說 妳看我告訴妳 仁波切就是這麼 這麼的 但是這個仁波切 有一點特別就是 所有密宗所使用的方式 比如說妳會燒香 或者是密宗的 她都沒有 不是 美國化了 好 那我請問 妳回到台灣撩後 真的就很順的就進來的這個圈子了嗎 那時候是十一二月我回到台灣 然後接著就農曆年一二月 然後呢 我回來的一兩個禮拜 那個華視呢 就中午有一個喜劇節目 江姐的 他找不到人 然後呢 有一個經紀人就是 也是我之前的朋友 就打電話問我說 媽媽妳 那妳要不要回到研究 我說好啊 然後我說 欸 最近啊 江姐他們華視啊 有一個節目啊 然後找不到人什麼什麼什麼 啊 可是 欸 我說怎麼了 她自己也覺得不好 因為那是中午的一個鐘頭 不應該是我去做的事 她就說不下去 我跟她說 啊 沒關係 我也很喜歡喜劇 我來接啊 我來接啊 我也喜歡喜劇 然後呢 聽說接了以後朋友都罵妳 那就覺得中午天天開心妳是在 所以妳們就去接那個意思啦 結果呢 重點就是呢 因為江姐會覺得 很可惜啊 沒差人 妳怎麼 妳幫我碰到中午坐 我沒有回饋妳才可以 因為她覺得 妳大財小用了 兩個月以後 她剛好八點檔開 她說妳應該回去NL比較好 所以她就叫我回到八點檔去 就這樣就很自然就回來了 可是我當時要走的時候 跟仁波切辭行的時候 仁波切那時候我還質疑說 她就告訴我不要再多嘴了 回去就有了 所以難怪妳知道 對她現在就非常堅強 非常相信 現在聽說妳家的負草 創得比王才華 他們家的比較 比較清爽就對了 有沒有 有那個照片 看著照片 來… 她是豪華版 我是極簡版 漂亮 我這個很棒耶 兩支吊子 吊子 吊子 拋下去 你看 彈彈 那個鳥漪慢慢散開來 變成一個鳥漪 好安靜哦 放一下 一下子一個怪風來 那個風是怎麼吹的 兩條掉線 裡面還有千丸的重量 這樣起來 撐起來 又撐住 我就跟她說 好像有人在撐住 趕快走 東西所有時候上來就 摩托車呢 人家又頭趕起來 唉唷 現在聽說你們家的浮湯 創得比王才華 他們家的比較清爽就對了 有沒有 有那個照片館的照片 我真的好棒耶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快來看看 你看看這個 漂亮 它很清爽 對 會清爽 我喜歡這個感覺 看出它這麼漂亮 所以你們這個建築物 本身你的棠仔門就做很大片 可以注意看就這麼漂亮 我為了佛堂 我把陽台 這是陽台 現在佛堂這一塊地方 你這是把陽台打開的 這是水質 對 你把它打開 或是地毯上是打座的座位 我在這裡做座 旁邊那裡要做什麼 臥槽 臥槽 你要讓它休息的地方 如果有老師來可以做 所以是一個景觀很漂亮的地方 很漂亮 我們來問一個阿姊 阿姊說你本來是照鐵器的 跟你媽媽搭進去後 你現在變得很虔誠 對 鐵器很... 我們在城区上 就是看到一些科學沒有辦法驗證 譬如說 我有一次要出班嘛 就在樓下找不到車 嗯 就叫我媽媽來說 以前我們車不是插在這裡 現在怎麼會不去 我又想想說 就... 去弄掉了 偷走了嘛 他又等一句說 你怎麼會這樣說 好加菜 不然你這家出去沒四半條名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這意思是你媽媽怎麼廟房就對了 對啊 如果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說 記錄說 你有一個車關 我們現在開始... 所以你媽媽怎麼廟房 他也不知道說特殊體質 他這樣說 對他是在害人 我們就不信嘛 你說有的沒有的 他說你有車關 我們現在開始要注意 那我就像摩托車嘛 保險公司處理車子嘛 對啊 像摩托車 計兩天收工 騎摩托車經過國父紀念館 賣檔樓那有沒有 中校東路變紅燈了 那我就往前滑 要滑到路口去嘛 砰一下 人家被他搬出去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爬起來回頭一看 有一輛車開後門 開車就趕快跑過來問我說 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還好啦 他說你為什麼要開後門 他說沒有啦 小孩黑白開後門 我回去教恩保護 去給你說對了 我真正又出車 你說就好像很開心 會叫你說到這樣 這有車好耶 所以他是在六強開的 開動的啦 我跟他說 他跟我說過了沒輸 我想知道嗎 那裡輸下去 我跟我的朋友去釣魚 他叫賣掉 你已經有車關了 氣數比較差 最好不要再殺生 不管他 拍戲拍那麼累 難得休息到山裡頭走一走嘛 就像我們朋友又去梅花湖中 燕子湖南梅花湖那裡中 對 要去我們媽媽說 你最好是五點鐘要離開 要到家啦 我說為什麼 五點以後跟陰陽的關係 比較會被捉弄 像是好兄弟或什麼 這樣我說好好 反正我去釣魚隊 我都管他的 釣到看不到浮標 我就想就說 我媽媽叫我五點以正愛回去 靠腰六點半 你怕你 他想就反正看不到了嘛 收起來他要踩摩托車 不會發 我就開玩笑跟朋友說 我生不破十滴 你把兩個保備 他推我動一個車好 不然我們等下整樓看看 看是不是有車好 等開玩笑說 三分鐘 三分鐘以後看會發嗎 等 真的看的時候不要等 三分鐘打了 OK 發了 走 對 就發了 對 經過景美那個隧道的時候 有沒有 真的有車好 一輛軍用卡車 剛剛出車禍躺在旁邊 你再釣魚那次吃什麼 我不會刷 我回來感覺她說我不會刷 再刷下去 又要睡 我還有一位朋友 又去烏烈的紅方霞 對 要早知道車很多 我很愛出門 你不要出去才不會刷 我天氣前我沒有你插味 我們下去 下去峽谷的 釣鉤、釣線都用好了 兩支釣鉤 釣線拋下去 抖... 那個漣漣慢慢散開來 變成一個漣漣 好安靜喔 完全是沒有聲音的 太安靜了 你看一下子一個怪風來 那個風是怎麼吹 兩條釣線 裡面還有千丸的重量 這樣起來 Q的 又停住 然後風完全停住 好 結果 掉下去 又是兩個漣漣 化成一個又沒有聲音 又沒有聲音 發生了什麼 結果有沒有... 有沒有吊到 我會說 我就跟他說 好像有人在警告 快來走 對 人家是說 真的要把我們照顧 苦口、補充 我們把它尊重 對 不然我們來走 不然我們來走 對,因為剛才我剛才滾下車後 都跟他講了嘛 我們不放過就發生了 他說好 我來走 東區所有車上來之後 摩托車呢 人家又投降了 被那個風吹到山谷去 好 哦 寫來什麼 這樣要怎麼... 我就說 菸汁飛浮 今天騎鱷鱷鱷鱷 一定會出事 如果騎鱷鱷鱷 會更害怕 好 然後我們走山路上來 走山路 走一半的時候開始下雨 下大雨 走上來到新烏路 新店到烏來的馬路上 在那邊找到站牌之後等 好奇怪 什麼車都沒有 計程車也沒有 什麼公路局的什麼什麼 通通沒有 我們在那邊淋雨 淋了大概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最後呢 好奇怪 最後一輛好像公路局的 山山來遲 爆滿 還爆滿 爆滿 硬擠上去 然後回來 我跟我老婆說 再跟車子有關 你怎麼走出來 怎麼走 怎麼走 連馬路上就載下去了 馬路上就載下去了 你看 你怎麼走到車子 他都說 馬路上一天讓你收看 你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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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要跟你動 你都不聽 不不聽 還麻煩人要這樣做 你叫他叫他叫 對 聽到 可能 那是人路後跟山上烏賴遊樂場 那些遊客整個去像我們冬冬的 坐那些車 路後沒有人出頭了嘛 一定人保護你一個回來的 是保護 大家磁場 大家磁場給你倒保護 因為有裡面 大家要訪問 不然有人應該去 所以訪問人會好去 對 裡面有太多人沒有這個 不該走的 不該有機會的 不應該受到這個車禍嘛 對 所以就是讓他們護著我先下來 老婆講說還沒刷 還沒刷 我們現在說重點 我還是要釣魚 我還是不完全信 我跟朋友要去 四點就要開 要拚去沖山裡面去釣魚 差不多四點開 好 抓了床頭的衣服 要穿了 我媽的旁邊嘛 她就說你要去釣魚 我說我跟小宗要去釣魚 她說不要去啦 那些效果 難得正當休閒活動 衣服又要穿了 我媽又說話了 她就說 樓梯去了 搬下去了 我說什麼 你說什麼 這個看 還在睡覺嘛 說夢話了 管她的 衣服又要穿 她又講話了 我說 我說話 妳都不聽了 變成一個男人的聲音 不是啊 老的聲音 對啊 像一個兄長 長輩 長者的聲音 老師長者 好 後來呢 妳怎麼辦 妳就嚇一跳 不要去了 怎麼會這樣 然後有一個念頭出來 說 不然是你擺那個 擺繩音 用這個方法 你讓我知道 要來騎我講 叫我不要去釣魚 也是不然你顯示給我看嘛 對 我這個念頭才剛出來 馬上回答 這樣 你說 隔兩天我拍打鬼就夫 到石町去嘛 它旁邊有一條溪嘛對不對 對 碰到一個 好像是拍劇照的 他也坐那邊 我這一場戲沒有休息嘛 跟他聊天 他忽然說 前天我跟我朋友騎摩托車 到屋 屋來上面的福山去釣魚 差一點摔死 前面幾天連續下幾天大雨 整個山路都是 弄泥巴 泥泥 對 我知道 想到說 路不見了 掛下去 先 又要穿 他又講話了 我說的話 你都不聽了 變成一個男友的聲音 對 對 然後有一個念頭出來 我說 不如是你擺關小音 用這個方法 你讓我知道 要來教我說 叫我不要去找他 若是,沒有,你顯示給我看嘛 對 我這個念頭才剛出來 馬上回答 這樣 你在想要看到我嗎 結果呢,有沒有秀出來給你看 不相信 有沒有秀出來 我放一個整身 跟雞皮疙瘩開 就扔在那裡 停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他丟了一句話 這樣 我來找 還是那個男的 我一看我老婆 從頭到尾都在睡 那嘴巴都沒有在說話 有... 就是嘴巴有在講出來 對,正常的動 結果你還是出門還是不去 沒有... 就不要去了 我沒有相信你這麼好 我真的不太好 靠近一點 今天你太久了 對嘛 天氣是好 明天吐就知道 我才會開始 你聽到很有故事了 天氣是好,阿伯 結果 我把我老婆搖起來之後 我... 原來真的是睡 好,隔兩天 我拍打鬼就夫 到石町去嘛 他旁邊有一條溪嘛,對不對 對 碰到一個 好像是拍劇照的 他也坐那邊 我這一場戲沒有 我休息嘛 跟他聊天 講到釣魚 他也... 愛釣魚 對啊 他也是一條魚乾的人嘛 我兩個聊... 他忽然說 前天我跟我朋友 騎摩托車到屋 屋來上面的福山去釣魚 差一點摔死 我說是怎樣 他說前面幾天 連續下幾天大雨 整個山路都是棉拔 棉拔 我知道... 想到說 爐壞掉了... 拔下去了... 爐壞掉了... 有一次 是不是說 朋友去你們家打牌 還有什麼... 平常都會有朋友到我家來 打牌嘛 常常如果缺腳 我就會貼腳 有一次 我拿到一本法華經 回來之後開始看 完全沒有缺腳 我就天天悶著頭一直看 連續兩三個禮拜 就一直看... 就一心想要把每個字 每句話都搞懂了 看... 連通告都沒有 看到... 看得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接著一堂電話 是一個石塞的陽明山的 一個法師 他說 陳軍師啊 過年到了 我知道你家也有個小佛堂 需不需要鮮花來供養 你們家的佛啊 我說好啊... 因為他有信徒嘛 那個是開花店的 所以送他很多花 我就說... 他們就說 好 那我們馬上到你那邊去 我說好...歡迎 後來廚師的去人家 廚師的都在遺漏耶 廚師的前一天 那我就繼續看... 等他們 看了看之後又一通電話來 很抱歉 有一點事情耽誤 可能晚一點 好 我等你 看到最後一個字看完之後 他們自己推門 讓你整個都發完就對了 然後就請他們坐 我就坐在中間泡茶聊一聊... 我那時候是自己一個人 悶著頭去燒 就是燒得太清淨了 就是想自己遠離煩惱 所以我在業界長期以來 幾乎都沒在拔暖 那那個時候正好想要說 這樣敢說太浪費 太自私 是不是應該做一點事了 正好有這個想法出來 結果那一天聊的 也正好是聊這個東西 我就心有齊齊人很有感觸 他們離開之後 那個畫面又回來之後 我想剛剛經典上 好像有講過類似的情況 我就翻一下法華經 後面看了看過 若人於三七日中一心精進 如果有個人在三七二十一天內 一心精進 很專心的來看這個經典 普賢菩薩會騎著六雅 六雅大白象 戴著諸菩薩眾們 圍繞這個人 我就看了這個 我剛剛圍繞了 結果他們講的正好是 我想聽的 我深深的有感觸的 所以我就打電話說 法華是滿巧合的 我剛看完法華經 結果剛剛我們那個狀況 還有點符合經典上面 所以我對經典 開始有那麼一點點信心 結果他們怎麼講 我們剛剛一堆人開過去的 十二人吧 我們在車子的後面 我貼了五個大字 六雅大白象 來嚇死人了 那是說的嗎 好扯喔 超扯的 這怎麼可以講扯 叫做好神喔 這一次對我來講的話 是 我開始完全相信 我們今天說的有佛教 有密宗 有...你現在這是什麼教 它這是顯宗 顯宗 我們那是顯教 因為要講宗教 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回教 有基督 其實 這是什麼 就... 你要送我一份這個嗎 給你再用一下 感謝 陳柏哲二十三 他破解金鋼筋 你怎麼含這個 你有十顆什麼 我自己看金鋼筋看不見了 有誤導 要是用這個方法藝 把它解讀出來 是 因為太多人看你一輩子金鋼筋 都還搞不清楚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很容易了解 有心耶 現在有看冰冰姐 請指證 他現在這幾個字叫 身性因果新自訂 廣結善緣後入寬 所以我們這個也叫做廣結善緣 所以我覺得這個任何一個宗教 都是在愛人好 都讓上都是正性 都是好的 都在肯放人好 我們每一個不論你收什麼 都祝福 拿別人基督 拿自己基督 祝福大家都是平安 順利 有什麼想不通的 不要放自己收 拿出來研究 祝福大家平安住宅 萬萬健康順利 大賺錢 謝謝 我也要買 我也要 我也要 謝謝 中心的冠冠感